什么样的食物会发光 当然是好吃的食物 教大家做一道会发光的菜 一份优秀的红油肉记住三点 肉好不加水火候足 这五花肉一定买带皮的 略瘦一点五花三成会好 下面这个绝刀一般不告诉的 首先把锅烧到冒烟 咱把皮给它制一下 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去腥 第二把毛根完全去掉 均匀的切条 之后顶刀切成均匀大小的块 一定记住凉水下锅 来料酒去腥 开锅之后把血沫给它撇掉 过凉 一勺的水 少许的沙拉油 加入冰糖 汤和水的比例是一比一 开火首先给冰糖化开 随时放下饺 汤会有变化 大泡变成小泡 小泡一会儿又没泡了 咱又能嫩能让散 所以这个颜色不是特别重 现在颜色已经差不多了 加入葱姜蒜 大料 炒果 红枝籽 红枝籽除了蒸香还能上颜色 桂皮 香叶 啤酒 加入生抽 加入生抽 老抽少许 好 这时候直接炖100分钟 要上压力锅半小时 但是切地千万不要加盐 咱们用压力锅 最后一定拿铁锅给它烧一下汁 收汁之前咱们加入盐 大料肉扣 咱们给它挑出来 肉好汁好还养盐 红枝肉咱烧的是生活 开首光河创作者大会4月22日至23日 将在广州举办 来这里感受不一样的光芒 拥抱每个独特的意义